饭店前台人员带着亲切笑容 流利多国语言 随时满足客人需求 而辛苦的还有房屋员 仔细擦拭 放置玻璃杯的隔板 任何一个小细节都没有忽略 工作之繁重 也因此饭店抢人才 员工福利一个比一个狂 台北军越正值员工工作满三个月 就可以向全球姐妹饭店 每年十二晚的免费住宿 远东香格里拉 不只国内有每年一晚免费生日住房 甚至员工还有全球一百多家 香格里拉酒店免费住房 一年资住宿天数递增 最多每年可申请十八晚 而日月台云品酒店 九月份开始实施周休三日 让员工每年多出五十二天的假期 其实在这几年来讲的话 其实应征的比疫情之后 其实有增加大概一到两成 很多的员工 其实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那他们想要转往海外去发展 也是相对下会比较有机会 除了福利好 薪水也是一大重点 主机总处公布了最新薪资统计 八月份全体受雇员工 经常性薪资平均为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一元 年增百分之三点零八 而住宿业薪资年增百分之五点二五 确实有根据我们调查显示 其实住宿业者 现在大概五成四的人 都是有缺工的情况 所以在有效提高薪资以及福利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认为确实在于 缺工的情况可能可以获得改善 就是要持续吸引人才 饭店又免费住宿 若一晚一万十二天 等于帮员工加薪十二万 就算因为人力不足 没办法周休散日 而现阶段也以日薪计算 等同加薪百分之十三 饭店想方设法变相 帮员工加薪加大 增采力道 三立新闻 居郭恒杨紫玉台北报导 三立新闻